死得不平安 那另外今天看到一个数字也很惊讶 劳动基金去年大亏了多少 3529亿 3529亿 我再讲一遍 3529亿 平均算一算 每个人亏多少 每个人赔1.8万 这个数字史上最高 在蔡政府的任内 所以大人哥手上的这一局 当然对他来讲不重要 对他来讲选举才是最重要的 那宇轩认为前有苏贞昌 旁边有郑文灿 两个都是很能干的人 所以大人哥就是一个儿隔魁 我们听过儿皇帝 现在有儿隔魁 大人哥不怕一笑走天涯 不过他确实 他一些做法不太一样 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 笑容买面等等 然后过去的那个 行政院会 这个执政 来营执政的四都都将要出席 过去所谓的受疫情影响 不如说是以疫情为名 对不对 受疫情影响 过去两年多的行政院会 六都首长都没有受邀 那现在大人哥上任了 也开始有了这个 感觉上气度 是不是比苏贞昌院长 好像是宏大很多 气氛和谐很多 温暖很多 来看两位 来看两位非常懂得民进党的内行人 两位专家 一个是游英龙老师 他认为陈建仁的内阁 到底是强而有力的变形金刚 还是破铜烂铁 虽然目前不得而知 但他觉得陈内阁 先天不良 后天失调 怎么可能会是变形金刚 你看看陈建仁自己 戒掉身份 转任去当行政院院长 学术圈就有民怨 然后澳门团 有没有 郑文灿还有梁文杰 入阁也有民怨 这些争议 绿营支持者都看不下去 那么蔡政府有被虐狂吗 这些大家都知道 会让人不爽的事情 就是要 常常搞这种受人以禀的事情 好 沈大佬 沈富雄 他说这次内阁改组 是一出 从狼狈难为奸 到狼狈不堪的 荒谬连续剧 狼狈不堪 蔡总统不是为人民找到隔魁 而是帮自己找到了 大人哥当他的执行长 也就是说蔡英文说了算 大人哥只是借他的口 借他的印章 去当这个执行长 陈建仁内阁 对可能参选2024的赖清德 一点忙都帮不上 身为大哥的赖清德 能够选上下届 总统带蔡英文 苏仁章 陈建仁 却给他一种根本不关我们事的感觉 这个赖清德八件四顾 没有人 是不是只有他一个 好我们刚刚讲到的赖清德 终于做到了C位的赖清德 一开始就出场了 有没有 先放在这里量一阵子 他现在终于要正式出场 当了党主席之后 不是巡回台湾各县市吗 向党员报告 炮声隆隆 讲学伦 讲黑金 讲的这个蔡英文 脸色清一阵白一阵的 在他的面前 变成一个检讨大会 好黑金的部分 你怎么弄呢 对不对 就在你过去主政的台南 你在台南主政的时候 被封为赖神 然后呢 那现在他要对涉及会选的 台南政府议长 邱莉莉 林志展 开闸 移送中平会 做停权处分 哎呦真的 来真的 但是搞了半天 人家不是早就已经 自寝停权了吗 对不对 这个邱莉莉说嘛 对不对 我跟林志展 一月九号就已经向党中央 自寝停权处分 都已经二月了 凯翔你怎么看来真的 他真的搞得定民进党吗 没有什么搞不搞定的问题 大家其实不了解台南生态 台南生态就是黄伟哲 是可歌可泣的 赖清德是永远的神 所以黄伟哲 所以赖清德要怎么处理台南 甚至把这个 这个黄伟哲都断尾求生 台南人也不会怎么样 只要赖清德是OK就可以了 所以2024毫不怀疑 大家不用怀疑 赖清德在台南市的得票 一定碾压任何一位 国民党的候选人 不用怀疑这件事情 你不用觉得这件黑金 这件事情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除了台南之外 全国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当然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就在台南本身 不用怀疑赖清德 就是台南相亲的神 很多人是真的这样想的 可能在201226的时候 票投民进党 然后后来发现韦哲 还有他所这个市府团队 然后甚至在这个议会 然后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 每个都痛心疾首 觉得怎么样怎么样 最后相信赖清德 会来拯救台南 他们心中是这样想的 不要觉得赖清德 跟黄伟哲是绑在一起 甚至赖清德在选前的时候 就已经跟黄伟哲切割了 他知道是这么一回事的 而赖清德对自己的 在台南的影响力 是有信心的 他根本不在乎你黄伟哲怎么样 你选不上也没有关系 只要我赖清德在这边选 只要在这边选票上面 有我赖清德台南相亲 就会盖我 这就是赖清德对台南的看法 所以不用怀疑 不要觉得这个会伤到赖清德 完全不会 但是我这个陈永和理长讲的 确实是 我觉得赖清德真的也是 政治身段 虽然他对自己非常有自信 甚至到了自恋的程度 但他的政治手段 显然还是非常粗糙 他那天把黄伟哲叫起来 起立 对 鞠躬 你瞎了 你真的很挫 你是谁 你赖神 你根本不要在那边指点黄伟哲 还被人家拿来跟黄国昌比较 这样很糗 你只要站起来鞠躬 黄伟哲敢坐在那边吗 黄伟哲敢坐在那边吗 一排人忙起来 看到你鞠躬 搞不好黄伟哲还 你鞠躬75度 黄伟哲一定举90度 你举90度 黄伟哲可能低到120度 不知道他腰有那么软而已 所以我觉得对台南这一局完全不是 可是我很想讲一下 其他的状况 我觉得陈建仁 完全不可能成为2024的总统候选 他绝不可能 然后呢 郑文蔡也不可能 完全没有这个可能 大家不用怀疑2024就是民进党 已经定于一尊 就是赖清德了 而且他出现的速度 可能比国民党更快 完全没有任何的悬念 然后孙昌昌也再也没有戏了 基本上这个内阁改组的形式 就是因为赖清德 就是因为赖清德 不是为了党赖清德 而是为了让赖清德放心 好先补充一下 这个陈永和里长是台南市最强里长 有这个称号 他在讲赖清德呢 当时不是吗 影片大家看到 他说 这用词说实话 蛮罕见的 很少人这样讲 有没有 来我们一起起立 起立 这好像训导主任的感觉 他说赖清德叫黄伟哲 起立道歉是中高 男女主角都不在现场 却叫黄伟哲 还有其他在场的民代道歉 全案目前绿的出问题 被收押都是蓝的 正副议长都没有收押 当然他要讲的 民进党改革玩假的啦 赖清德这个搞那么大 讲这种话玩假的啦 但刚刚凯翔说 这一切的布局 其实小英文很好心 都是让赖清德安心是吗 因为这样讲 11月26号之后 蔡英文就已经跛脚了 那一度不想要把苏文昌 换下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觉得说 毕竟这个蔬菜体制 已经行之有年了 那他是不是可以靠着苏文昌 帮他挡掉一些外底 你就试想蔡英文 坐在宫廷里面坐困酬成 但是看门的是苏贞昌 那所以他还可以继续在这里面 做他的天子的宝座 至少在他的同温层里面 他不用担心说 里面会不会哪个大臣造反 或是人家杀进京城来了 因为苏贞昌就是 就是那个守门口的 苏贞昌可能自我也是这样认知的 所以才认为 说他自己是原重患不是吗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 在这几个月的变化之下 就发现说好像没有办法了 你是你原本预期你的防御态势 是蔬菜体制继续 让苏文昌帮你守门 可是权力的流动 可能超乎你想象之外的快 你的满意度持续的下坛 然后你的仇恨值持续的上升 你原本想说这样子 用稳定政局的口号 并没有办法号召 号召人家带兵勤王啊 没有办法号召地方诸侯 或是那些那些那些名嘴啊 名代带兵勤王啊 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号召民众 民众并不买单啊 所以他才必须要改变这个体制 改变这个体制那怎么办呢 权力他无法阻止 因为败选之后 大家都看你跛脚了 权力就开始往新的主子那边流动了 那原本苏蔡体制 苏文昌守门 就是一方面不让人家杀进来 也不让权力流出去 可是就没办法了 所以怎么办 所以怎么办就把陈建仁放来啊 陈建仁跟郑文餐是一组的 陈建仁跟郑文餐 你去试想 原本那个关口是苏文昌守着的 苏文昌守着他会怎么样 他可能会站在那个关口 然后呢 或是站在这个城投之上 对着要带兵勤王进军 清军策的 赖清德大军叫嚣 然后呢叫什么叫 来给我你号码就杀进来 可能会这样子 他就会变成一个硬冲突 硬冲突的结果 终究终究那个新主子 是会比较占优势的 那最后怎么办 蔡英文就会很难看 但是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等于换了一组人 换了一组陈建仁 搭这个郑文昌 两个都是身段柔软 两个都伸手不打笑脸人 他们可能城门一开 来来来 欢迎请来坐 你要来就来 要不来也没有关系 大家都和气和和气气 都是一家人 随便你进出 场面就不会难看 所以赖清德跟蔡英文 在未来一年之中 因为陈建仁 这样子就是一个虚位的隔魁 然后呢 郑文昌是补虚位隔魁的不足 因为郑文昌毕竟能力 一定比大人哥好很多嘛 所以这样子的一组组合 就是要可以减缓 赖清德跟蔡英文之间 直接硬很硬的 在短时间的制内必须冲突 因为你去试想 一个要选总统的人 他没有资源 没有官位 没有权利 说话不算话 谁要 谁跟他选啊 那所有要选的人一定得跟着赖清德走 可是所有权都还在你蔡英文手上 在你苏仁昌选手上 大家怎么受得了 那就是只能夺权啊 只能夺权啊 那苏仁昌的存在就会逼迫这个夺权变成硬碰硬啊 所以才要换陈建仁来 陈建仁那个笑 是笑给民众看的 是笑给在野党看的 也是笑给赖清德看的 以后什么事情可以用说的 不用抢的 那这样子会让蔡英文的着陆 从硬着陆变成软着陆 所以这一局 我不觉得他是挡赖清德 他反而是让蔡英文的 跟赖清德之间的交接 变得比较顺 变得比较顺 缓冲击对不对 对的比较 变得比较圆滑一点 变得比较圆滑一点 可以商量 可以说话 你也说得上话 对不对 然后不是像苏贞昌那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 你去试想嘛 我们大家都看那个 中正王朝看一次 播一次我看一次 连康熙晚年的时候 为什么把太子废掉 因为大家都知道 太子是谁了 就会结党了嘛 所以同样的 大家都知道赖清德会选总统了 还不往他身边靠 谁还继续守着你蔡英文 谁守着你干嘛 我抱你大腿抱得再紧 我的官就当到 就当474天啊 那我抱你大腿干嘛 一定抱新主子 要怎么压抱也是压新主子嘛 所以这件事情是不可逆的 不可逆的 那所以大家一直强调说 蔡英文的意志 他主观的意志 多喜欢苏贞昌 多喜欢陈建仁 多讨厌赖清德 都没有办法逆这个 这个结构跟这个趋势的 所以我反倒觉得 这是对蔡英文最好的布局 就是也是对赖清德 你知道就是很尊重 这个在职场中也常讲 假设我跟这个凯翔两个 不太对凡 脾气也不太好 讲话讲着讲着就吵起来 所以可能至少 韩冰当中间人 对不对 在我们两个中间铺一个软垫子 什么事情我跟韩冰讲 韩冰再去跟凯翔讲 这样两个人比较可以接受 所以这就是 凯翔认为这是蔡英文的意图 因为赖清德确实了 讲话也超值的 在谈的那一幕 大家听了眼睛瞪好大 有人这样的操作 这样讲的 好歹人家黄伟哲 也是民选市长 对不对 超不礼貌 所以放一个微笑的大人歌 将来中间传话 至少气氛好一点 不会那么尴尬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 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 717 弱于帮你来打折 折扣